好 社會消息 但您關心 副理箱一名男子因為家人沉迷地下遷賭 欠下了不少債務 向警方檢舉彩券行以合法掩護非法 經營地下的遷賭 那警方掌握市證後 搜索票前往彩券行來逮人 將理性 孫姓負責人帶回征訊 並在訊後依照賭博最先來送辦 刑事概念化身賭客進入彩彩投注站 找店家遷賭 最近位於花蓮縣 副理箱的一間台彩投注站 業者以合法掩護非法 經營地下遷賭站 平時不但讓民眾到投注站來直接遷賭 還可以用社群軟體線上下注 因此讓不少賭客欠下多筆賭债 民眾發現家人欠下大筆賭债之後十分不滿 於是向警方通報 花蓮縣行大經過多日搜證 掌握相關市證之後 9月20號持搜索票到投注站 並將兩名負責人帶回警局征訊 經過收證完備後 在9月20日持搜索票 前往副理箱 謀台彩 經銷商搜索 查獲犯賢 負責人 李姓孫姓兩人 及賭客一人 共三人盜案 警方現場除了帶回地下簽賭站的兩名 李姓 孫姓 負責人之外 還在現場查獲 手機 筆電 帳本 手抄 簽單 以及新台幣 5000多元的簽賭賭資 征訊後將兩人 以賭博罪前移送 地檢署偵辦 賭博